事實上今年從七月底開始 台灣一連受到四個颱風的影響 那麼浴管處根據氣象警報 也多次宣告了暫停入園登山 估計影響超過兩千六百位的山友 而其中呢 不少攀登玉山民眾 其實原本他們已經先付款 預定排雲山莊住宿跟用餐 但是碰上颱風 也只能夠取消入住 沒有想到呢 如今已經過了將近兩個月時間 還有人沒收到時速的退費 也讓山友抱怨連連 民眾攀登玉山主風線 採總量管制的排雲山莊 是路線中唯一提供熱食餐點 住宿場所 重慶難度極高 不過卻有山友抱怨 日前碰上颱風 禁止入園取消參數 但等了快要兩個月 仍等不到排雲山莊退費 等到一肚子氣 我覺得該申訴的 要趕快去掙取自己的權益 所以我覺得應該統一 訂定一定的時間 統一退費 排雲山莊公餐 被稱為排雲餐 早餐每份一百五十元 晚餐每份三百五 如果包三餐加稅袋 價格一千零五十元 還得在登山日前七到十天 提出預訂並且完成付款 而預管處表示 從七月底開始 接連受到四個颱風影響 只要發佈路景 就宣布暫停入園 影響天數共計二十三天 影響超過兩千六百位山友 可能人數眾多 退費速度因此延誤 那要退費的話 要每一個退費的民眾 要一對一的一個詢問 他要退到哪一個帳號 可能沒有考量到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颱風 一次來那麼多 可以造成許多民眾 退費的一個複雜度 所以這部分未來就是會延離 付費退費的一個機制 預管處表示目前小蠢颱風 步步進逼會在第一時間 公佈入園措施 而面對山友反映 退費爭議 表示排雲山莊 才委外經營 將督促業者加快退費 也考慮未來將退費時間標準 納入招商契約中 避免再惹民怨 這位授予南投報道